就是外交上面的問題 會不會我們的邦交國又要再減一呢 因為賴清台剛當選 諾魯就隨即跟我們斷交了嘛 那我們繼續看 甚至土瓦魯也是岌岌可危 不過現在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帛琉的總統 會數人他致函給美國聯邦參議員 那信件當中呢 就提到說這個啊 中國提出了訂滿帛琉飯店的房間 等等的利誘條件 盼望能夠來換取帛琉放棄 跟台灣的一個邦交 好 那我們的外交部怎麼回應 外交部說 小島國家面臨了大陸經濟脅迫的一個困境 台灣呢感同身受 並且會持續來提供帛琉援助 好 那我們要來請教一下大千哥 現在呢看到帛琉的總統 都寫信給美國的聯邦參議員了 說大陸對我們有一些利誘施壓 說會訂滿房間等等 那外交部呢 說感同身受 那就這樣沒了嗎 而且美國現在忙著大選 這是也自顧不暇 在賴清德上任前 包括剛剛講到已經有諾魯斷交 那其實土挖路也岌岌可危 未來還有很多的事件可能會發生 所以到底他們會怎麼樣來做 才可以讓我們的邦交不要再簡易呢 對我想這個帛琉總統的這個做法 其實某種程度 他有他自己內心的盤算跟考量 各位知道帛琉這個國家的情況很特殊 他幾乎是有很大一部分的經費 來自於美國的這個援助 所以你說這個帛琉是美國百分之百的勢力範圍 這一點也不為過 因此中華民國的這個外交邦交國裡頭 最後一個要跟我們斷交的 恐怕才是帛琉 因為帛琉長期以來牢牢的 就受到美國的相關的支柱 受到美國的保護跟很多的援助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是絕對不可能跟美國翻臉的 除非今天中國大陸要付出很龐大的代價 但是很顯然的以帛琉長期以來跟美國政府的關係 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去擔憂 這個帛琉會不會對台灣這個邦交生變的問題 但倒是其他的國家 像剛才佩杰所提到的像土阿魯 像其他的國家那就未必了 因為他們跟美國這個距離很遙遠 他們也過去跟美國的渊源並不深 也不是美國的這個勢力範圍之內 那麼因此如果中國大陸準備要來挖台灣邦交國的牆角 我相信他們不會先考量帛琉 他們會考慮其他的國家 包含我們現在在中南美洲 還有謹慎的一些邦交國 那麼因此大家就會想 那既然如此帛琉總統幹嘛要去寫信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寫信給美國的參議員 把這個訊息反映出來 最後我們外交部的回答是什麼 我們外交部會增加對帛琉的援助 就是說帛琉把這件事情當作是中國大陸 挖這個牆角的一個作為 說因為最近帛琉所有的飯店都被訂滿了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過 現在是年假 就是說幾乎台灣的民眾都出國去過年了 當然中國大陸的民眾也會出國去過年了 除非今天帛琉這個不準備 這個讓中國大陸的觀光客進入帛琉 否則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認為把飯店訂滿了 就可以把邦交國這個挖走了嗎 有這麼簡單有這麼便宜的做法嗎 如果有這麼便宜簡單的做法 我們中華民國就開始把 其他我們的目標國家的飯店 都把它訂滿就好了 這比起我們要花在這個外交援助預算 這個秘密預算上 那簡直就是小兒科的一筆錢了 所以今天帛琉總統把一個飯店 就被訂滿了這種事情 當作是這個中國大陸北京政府 準備要來挖牆角的做法 只不過是借著這件事情 來跟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提高更高的援助 只不過是藉著這件事情 來跟美國政府反映帛琉的重要性 所以其實這個帛琉總統 這個做法很高明 因為他做完了之後 那麼顯然 先不管美國政府 有沒有很重視這件事情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立馬 就找到了一個新的藉口 告訴我們台灣民眾說 因為帛琉的飯店要被訂滿了 因為帛琉的邦交要被挖走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給帛琉更多的錢 那麼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 說實話啦 我覺得 那帛琉總統不可能不清楚 這個情勢的狀況的真相 但是要如此大驚小怪的 來操作這件事情 恐怕只不過是想從美國那邊 得到更多的關注 跟我從台灣這邊得到更多的經費吧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推薦代碼 《採算》 VIP 《採算》 3 5 24 今回 請ら